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粉底及遮瑕膏 在日本買得到 而我覺得是必買的 因為它是便宜得來是非常好用 只不過是1200日圓 遮瑕膏也是1200日圓 粉底也是1200日圓 在港幣100日圓 我覺得都很推薦 因為我都用了好幾次 其實看到這個產品的時候 你知道不是新產品 如果你經常去日本的話 基本上你都經常看到日本必買的 無論是Blog Post或影片都可能有出現過這個產品 但未必告訴你為什麼要買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為什麼要買 我自己在Cosme買到這兩個產品 好幾年前我去日本看到很多藥妝店都有 現在就少了很多地方有 Cosme有或是去某些藥妝店才有 如果你想找的話去Cosme會比較直接 如果你走開藥妝店都可以看看 這個產品有兩個 其實樣子好像一樣 看的時候不知道哪一粒是遮瑕膏 又不知道哪一粒是粉底 你轉背後日本人做事是很貼心的 在後面這個位置已經寫給你了 這個是全體用粉底液 這個是部分用遮瑕膏 我現在就展示上臉給大家看看 補充多一句才塗上臉給大家看看效果 其實我一打開的時候就覺得兩個都是一樣 為什麼要分呢 但一塗上臉的質感是不一樣的 遮瑕膏粉底是比較稀身一點的 遮瑕膏是稠身的 所以你一看 因為我撈完那一陣子 你比較容易看 就是看到一個差別 這個你很容易拿到上臉 這個你要用一點氣力比較實淨一點 才拿到上臉 我一看到這個差別就明白為什麼要分粉底和遮瑕膏 現在這半邊面就是塗了粉底 這半邊面是什麼都還沒塗的 已經看到的差別了 我現在再用遮瑕膏遮瑕膏給大家看 這邊面已經塗完粉底和眼部遮瑕膏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有帶黑色好像斑的物體 都蠻大塊的 我都用遮瑕膏完全遮瑕膏 讓大家看看 什麼都沒搞過 然後搞了 我現在化完整個樣子 再跟大家分享我用完之後的感覺是怎樣 現在完成了可以慢慢分享對這兩個產品的感覺 先說粉底 因為不瞞大家 我打開的時候我還沒塗上臉 甚至還沒用美容膏遮瑕膏遮瑕膏的時候 我就覺得稠稠稠的 可能會很厚 然後我用手塗上臉 又用美容膏直接塗上臉 是很容易推開的 是很容易推開的 一點都不厚 很遮瑕膏 你不要看到它的質感被嚇到 其實一遮瑕的時候是非常容易遮瑕 沒有一塊塊 沒有絕著 沒有卡卡卡的 所以質感是很高分 深濕的 我用美容膏遮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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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膏的 不只有一面跟這面好像天紅地 這面很像糖廁肌的效果 遮瑕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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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瑕塗效果 效果更突出 但不要以為遮瑕度很高就一定很假 不是,只是看起來皮膚很好 我塗上這個粉,大家會說 皮膚真的很好 我說謝謝,其實是粉底功勞 但沒有人覺得我很厚粉 所以這個我也覺得很值得推介給大家 持久度我先買關子 待會再報告,大家可以真實看持久度 至於有沒有氧化,是沒有氧化的 不會走走幾個小時後,臉變深色,變黑臉神 沒有這件事發生 另外一件事,也沒有覺得很乾 剛才我說塗上去,摸到臉上是清爽的 過了幾個小時後,我都沒有覺得很乾 所以我覺得很不錯 如果你問我這個粉底適合什麼性質的皮膚 當然,我覺得這個粉底第一,先決條件 如果你是很想是完美的皮膚 可能你臉有很多東西要遮 或者你臉底本身是很紅的 可能你玫瑰座瘡,誰知道 如果你想遮蓋那些東西 我覺得你尋找一個很高遮瑕的粉底 這個是我會投號首選的 如果你說油性那些是OK的 油性那些,這個粉底是沒有紅油的 你打一個紅油的基礎,或者一個紅油的碎粉 我覺得都OK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搭入秋冬 所以都應該OK的 你的臉都不會應該... 應該由煎蛋的程度變炒菜,應該都OK的 如果你乾肌的話,我更加推薦 因為它是很舒服,也沒有整乾皮膚 所以你喜歡再上碎粉,設妝容又可以 你不想也沒有問題 所以我都很推薦 還有另外一件事,它很甜面 我現在塗完臉,我覺得它好像我第二肌肉 不覺得焗著頭,也不覺得很不舒服 也不覺得臉有很多東西 所以它是很貼,也沒有什麼浮 我也是塗了一個primer,我沒什麼特別的 我沒有特別嚴重地打底 我都是塗我平時塗的東西 然後再上這個粉底 所以我覺得貼面程度都是一流的 去到遮瑕膏了 又是乾不乾,晚上再給大家近距離看看 現在就是這樣的遮瑕膏 遮瑕膏的質地比粉底硬一點 是正常的,也是OK的 我剛才看到我用手指塗了 因為Beauty Blender塗下去是不行的 因為受不了,是要用手指的溫度 溫度少許就會拿到少許 亦都不會拿得太多 因為如果兩個質感去對比 如果我的手指塗在粉底上 我一拿就拿得太多 所以剛才大家看到我用Beauty Blender 點一點,印了之後不夠再點了 但遮瑕膏就反過來了 用Beauty Blender拿不到 所以我用手指這樣繞一個圈 然後我拿出來也不會太多 剛剛在我眼袋的位置是OK的 其實你摸下去的時候覺得乾乾的,會不會很乾 都是很容易遮瑕膏 我剛才都是這樣印開就已經印開了 我最印象的這個遮瑕膏是什麼呢? 我這一塊黑黑的,不知道它斑還是什麼 黑黑的東西都遮得完美 我現在是看不到,真實生活都看不到那塊 因為那塊是很難遮瑕的 要很高很高遮瑕才遮瑕得到 然後我的眼袋很完美 我這個位置會比較深色,都是完美 所以我又覺得很刺激 很刺激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塗完幾個小時之後沒有乾 不過我遲一點再給大家看看 遮瑕膏,也不會卡粉 其實我眼袋有一點點,但你不見到是明顯了 所以遮瑕度又高,但遮瑕膏本身雖然質感好像乾乾的 但上了上去之後也不覺得很乾 這個遮瑕膏我會推薦用Beauty Blender 為什麼呢? 第一,它的質感實一點 Beauty Blender濕了水,這裡有一點點水分 遮瑕膏容易遮瑕一點 如果你用手指遮瑕膏的話,有機會遮瑕到一塊塊 因為始終你擦不暈,我也不想你拉扯到眼底皮膚 所以你經常拉扯會有暈的 所以這樣擦就最安全 如果你用掃,我都測試過,有一點點滑的 所以不太得心認受 所以我都會用Beauty Blender 我會推薦給大家 如果去配,其實很容易,很快 你也不怕拉扯到皮膚 唯一我對這個粉底和遮瑕膏有一個懷疑 就是它的顏色選擇方面 我不記得我是否思覺失調 因為我記得幾年前去日本的時候 這兩款產品有很多顏色選擇 選到你頭暈的 但今年我去日本在Cosme或分別在另一間藥妝店看到的時候 只不過粉底只有兩個顏色,遮瑕膏只有兩個顏色 粉底是用S字頭的 你不用怕是否掉了盒就忘記誰打誰 不怕它後面這裡已經有寫給你了 這裡有寫給你了 看到S顏色選擇,還有它寫是全體用的 所以你掉了盒都不怕 然後這個Cosmealer是用H字頭的 就是部分用 我跟店長分別都買了 我買了比較深色的那個 因為它只有兩個顏色選擇 店長買了比較白的那個 Cosmealer一樣,我們一人拿一個顏色 基本上就是它的顏色 這個我買了比較深色的那個 如果你有看我的 你知道如果我去Cosmealer 例如YSL,Armani 我用都差不多是最深色 或者May E的顏色 看看它的選擇是怎樣 但通常大部份時間都是最深色的 我去Chanel也是最深色的 最深色得來都會有一點白 如果Cosmealer塗在我面上 這個是perfect match 這個是perfect match 即是說你是健康膚色 這個就沒有白了沒有黑了 perfect match 店長給我的feedback 就是他買了那個顏色 店長跟我相差很遠 他是用最白的 或者是第二度白的 如果是Counter Brand來說 他就買了另外那個顏色 他就跟我說有些橙了 還有有些是暗了 他不太用得到 但是他用給我看的時候 他畫在手上 我覺得相差的程度都不是太遠 只要他用一個白一點的碎粉 或者粉餅 on top 調整一下 他就用得到 所以這個要 bear in mind 店長最白 我就健康膚色 我們中間的人 可能你要選店長的顏色 但未必是perfect match 即是你要選淺色的 未必是perfect match 因為我們中間還有很多不同的色調 很多不同的膚色 所以這個是唯一一個 我覺得很美中不足 如果他出到就算好像是開架 四個顏色 我都覺得這個顏色會避充到更多的人 現在會避充到健康膚色的人 還有可能是給店長深一點顏色的人 但如果你很白或是在中間中間 你會覺得有點色差 但如果色差不太遠 你亦都買了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深色或白一點的粉去調整 第一你會用到你自己的不適色的粉 第二你亦都會用到這個粉底 但如果你說我未買 你未買的話 你要去Cosme或者去藥妝店 因為它有TESTER試的 如果你自己去就試在這個位置 因為不然你看不到 你不要試在這裡 你試在這裡 你試在自己拿鏡子出來就看到那個位置 如果你跟朋友去 你就可以試大範圍一點 試在這個位置 叫朋友看看顏色的適色 適色的適色 如果你自己去就試在前面 你比較容易看一點 這個就是唯一我覺得好美中不足 但其他東西我都心濕的 現在我帶你們出去 隔幾個小時後我再會說話 接近給你們看看我臉的狀況是怎樣 Hello 大家好 現在距離剛才和大家通跌已經有5個小時 因為剛才和大家說話的時候是12點 現在已經是5點 我都在街上躺了一會兒 出了少少汗 大家看到我扯一下 出了少少汗 印了少少 但整體上沒有脫得多 印在紙巾上不是啡色的 是有少少污漬 現在看到仍然是很滑 沒有一塊塊 我現在回店 之後再和大家更新 晚一點的時間 差不多吃完再和大家吃完 在街上和大家結束 現在是8點 現在是8點 他們剛才和大家通碟又過了一段時間 我先站定 大家看到我臉沒有脫妝 這裏有點亮了 有少少油 今天出汗 印都沒有脫到一塊塊 所以其實本身的粉絲 都算持久 只不過如果你會出油的皮膚 就要再打多一個底 或者用lose powder 好像我今早這樣說 眼的位置還是很漂亮 沒有卡粉 沒有出曬紋 沒有坑紋 所以都是OK的 所以用了整天都不覺得乾 也不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推薦 如果你顏色適合的話 今天就聊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再會 拜拜